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被减少的拉大其实每一年都将会获得来自政府的拨款 那么其实这个课题在华社的舆论界里面就不断的被讨论 而且受关注度是纵观所有财政预算课题当中的受关注度最高的 虽然它的拨款只有550万 但是它讨论的这个热度应该是5500万的热度是很高的 那么在这个课题上有出现一个调诡的情况 就是这个是教育拨款的课题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听到教育部长马智里 针对这个课题的谈话或者是他发表观点的这个次数是很少的 反而我们在媒体上不断接触到的就是财政部长林冠英 一直针对这个课题不断的发表他的观点和立场 同时拉曼大学学院在这个课题上也没有听到他们的这个发言 这一点可以了解因为他们是高等学府 反而是拉大的创办人马华以及现任的马华总会长 魏家乡就不断针对这个课题呢 就跟林冠英有交锋 现在拉大的拨款呢 变成了林冠英和魏家乡之间的这个口水战 那么教育部长马智里似乎变得非常的这个安静 似乎没有回应 或许记者没有问他 但是对林冠英来讲呢 就相反的 就算记者没有问他 过去两天他也主动召开记者会 主动发文告 针对这个课题来交代财政部的这个立场 同时呢 也不忘批评马华和魏家乡 那教育部长的马智里就有说 他说我记得拉大呢 还是有拨款的 他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忽略 拉大将会发出拨款 那马智里呢 是在国会走廊的时候呢 被记者询问有关前朝国政政府呢 通过国会提成政府建议 就是以特别的机制呢 拨款给拉大这件事情 是不是会被延续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回答了 那在场的这个记者也追问 他说拉大明年 OK 是不是会再度获得拨款呢 那马智里呢 只是很短的回应一句说 每一年都有 Every year 就是马智里的 就是这么样 他的这个谈话 而拉大拨款的减少的这个课题呢 似乎已经从原本的这个 单纯的教育拨款 跳脱成为了魏家乡 跟林冠英之间的这个口水战 双方通过媒体 不断的批评对方说 你牺牲学生的利益 你牺牲学生的利益 那么谁的利益被牺牲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最应该谈的呢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 单元流教育制度 以及这个教育 固打制的这个现象 很可惜的 双方都没有 针对这个课题来讨论 双方不断的强调 左眼的呢 都是这一些拨款的东西 但是拨款的东西 其实是比较琐碎的 就是你今年可能550万 那么明年你可能1000万 但是1000万对之前政府曾经播出的 6000万来讲还是减少啊 所以现在应该把焦点放在 如何去改善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制度 而尽量的把这一些种族固打制的课题 摊开来讨论 现在是最好的讨论的这个时期了 那林冠宁就有指出呢 他说如果马华致意呢 就是要政治化的教育的课题 进行政治报复的话 他说财政部呢 将会对马华采取行动 也就是捍卫呢 拉曼大学学院学生的权利 他说呢 马华现在呀 已经是拥有了20亿令吉的富爸 富妈 但是多年以来呢 却一直跟别人要钱给他们的儿子 他就强调说呢 他不曾说过呀 要关闭拉大 他不让拉曼呢 就是继续开办的言论 他说呢 作为新马来西亚的先政府 往后呢 他说不应该呢 再让任何的政党呢 就是有样学样 让政党办效 其实政党办效 确实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现象 纵观全世界 我相信只有马来西亚 才会有出现这个畸形的现象 但是我们要看回去 他的问题的这个根源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畸形的现象 为什么办交易要由政党 而且要由执政党来办呢 他真的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业吗 当时60年代 69年成立拉曼的时候 并不是这个 当时的时代背景 就是华社缺乏升学的管道 因为我们的高教是奉行种族孤打字 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呢 拉曼就成立了 那么经历了40年之后呢 现在是最好去讨论这个课题的时候 但是很可惜的 我觉得说 大家应该要把这个焦点 放在讨论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的这个课题上 之前几期我也不断的 我觉得我自己很长期 一直提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呢 对于这个拉大拨款呢 被减少的这个事件 有任何想法的话 可以WhatsApp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交流 018-375-1060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我们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